羽球隊前往巴黎備戰 超級七百五系列法國羽球公開賽 比賽場地和巴黎奧運相同 也被視為奧運測試賽 三月五號即將開打 卻在賽前爆出飯店闖空門意外 黃金男雙好手王麒麟 個人社群發文直呼別鬧了 團隊在群組公告提醒 有成員回報半夜房門突然被打開 對方看到裡面有人又馬上關起來 追出去的時候已經不見人影 李楊也貼出驚恐表情符號 坦言有點讓人擔憂 各國選手都住在大會安排飯店 一姐戴資穎同樣發動態 表示住宿區治安有點危險 甚至透露被開門的房間 原本是她要住的 兩個小時後用置物架 一架設置機關發卡門照 向球迷報平安 但有教練行李箱已經消失不見 黃林教練從機上到飯店的時候 行李還在 可是到飯店發現她的行李不見了 還好沒有什麼虧錯的東西 都是衣服這樣 可是有台電腦 那已經有聯絡大會跟 請飯店那邊幫忙協訊 到底是被拉出來 是被趁機爬走了 也不知道的 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林陽配執行教練陳鴻林回響 當時上車搬訓練用具一回神 登機箱就不見 財務損失 粗估台幣五萬塊 加上有人擅闖房間 想好好睡一覺都提心吊膽 對此羽球協會回應 已經提醒教練團 若再發生類似狀況 直接報警處理 三立新聞李文山珍嘉宣 台北報導